今天要為大家聊到的是外交方面的問題 有一個人叫做印太沙皇 這是在美國白宮國安委下設置的一個特別的職務 而現在出任這一職務的不是別人 正是霍爾特坎貝爾 可以說是相當資深的一位中國問題專家 這一職位是在現任的國安委的主任 沙利文任期內首設的交由坎貝爾來做 而在坎貝爾任職期間 美國政府在印太布局也被認為是坎貝爾本身背後的巨大功勞體現 包括我們之前說到的有關於四方的對話同盟 再比如美國澳大利亞的奧庫斯協議 再比如最近美日韓的歷史性三邊峰會在戴維穎舉行 據說都是有坎貝爾的功勞 但是隨著坎貝爾即將升任美國副國務卿 這一職位到底由誰來繼任呢 根據來自媒體的報導 這個職位就徹底取消了 不再有印太沙皇一職 消息一出引起了美國印太盟友的很多驚訝和不滿 到底原來說的四方會談 原來說的三方關係緩和 原來說的奧庫斯協議 是不是會因為這一職位的取消就再也沒有了下文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昨天在金融時報有這樣一篇獨家報導 就講述了背後的更多內幕和細節 想要能不能簡單為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這個印太 印太事務協調官 他到底是做什麼的 在他這個職位之後 產生了哪些變化 那在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 設置了白宮的印太事務協調官的職位 由我們提到的這個坎貝爾來出任 在強調印太戰略的這個拜登政府之內 坎貝爾是肩負印太的事務 重啟美國、日本、澳洲、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 也積極推動了澳洲、英國、美國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那麼還籌劃著美國與澳洲、日本、新西蘭、英國 成立這個非正式的集團藍色太平洋夥伴 以強化於太平洋島國的關係 坎貝爾也曾在台灣的外事部門負責人 吳釗燮和台灣的安全部門秘書長 顧立雄等人面對面會談過 吳釗燮與顧立雄在2023年的2月底 首度前往美國在台協會的華盛頓總部 也與謝爾曼等國務院、國防部 與白宮的國安官員舉行過閉門的會談 坎貝爾就是其中的與會成員之一 而坎貝爾還過去至少有6次去過台灣 與包括蔡英文、馬英九及陳水扁 都見過面 但關於台海兩岸的議題上 坎貝爾是多次強調要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他曾在美國的智庫亞洲協會 進行視頻座談時表示 美國是支持台灣的尊嚴 維持堅實的美台非官方的關係 不支持台獨 美方在對台事務上也必須保持一個平衡 這也攸關牽動 國際局勢的台海和平的穩定 那麼這一次有消息人士就透露說 印太事務協調官 印太戰略的沙皇的職位在以後就不會再保留了 那麼在看這篇文章之前 我個人的猜測是 美國是不是要對印太有一些人事上重要的調整 他會被劃播到某一個 這個會被兼併呢 還是會被劃播到一個新的職能部門中 這個是我的一些猜測 但是我還是想請李奇來介紹一下 這個金融時報這篇文章 透露出了末代沙皇 末代的這個印太事務沙皇 坎貝爾走後 無人在領這個位置的 更多的一些詳細的細節 嗯 的確 金融時報這篇文章 可以說對於人事變動本身進行了介紹 同時也是引述了一系列專家 還有盟友 還有美國前任官員 對於這一人事變動發生的背景 進行了更多的分析 的確坎貝爾啊 會在國務院繼續在印太事務 發揮重要的作用 而同時 既然是沙利文為坎貝爾創造了這個職位 或許這一舉動本身就意味著 這個職位並不是永久性的 同時也有人認為 如果坎貝爾未來在國務院承擔更多 更正式的外交角色 或許在白宮擔任一個非正式的印太事務協調員的重要性 也就有所下降 但是不管怎麼說 這一次這一職位的突然取消 還是引起了大家對於美國政治變化 可能會對於美國印太政策變動的更加精具和疑問呢 那麼到底這個問題應該怎樣看 是坎貝爾以更加正式的職位本身能夠承擔更正式的外交角色 還是隨著坎貝爾的離去 所謂的印太事務協調以及一系列框架也就不了了之呢 我們來聽一下和平先生的分析 對於習近平對中國的包圍片 或者說強化美國等 這樣一種對全球的民主化的領導地位 一方面他開了全球化的民主會議 但是第一次開完之後沒有什麼好的環境 到第二次開的時候 反正都不知道已經開了第二次 像一個民主的公會 第三次現在不知道開不開 同時他還組織了一些區域性的會議 從非洲、美洲、還有亞洲 都開幾點這樣的民主會議 請他們來商量 怎麼跟美國強化這種合作的關係 在亞洲當時運行最重的 不僅是要因他彼此來運行最重的 不僅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 來去熟燒幫助印度的這樣一種發展 但是印度似乎在這個政治上的表現 大大的不如這個政治正確能的希望 這個印度在這個美國的行為 印度在尤其在加拿大的漢薩 這個習家族的這個行為 都造成了比較大的這個 這個議論的負面反應 包括這個在這個 這個印度內部的這樣對英語人士的打壓 實際上很多行為對象 反正總統來講是比較尷尬的 當然這只是一方面 印度確實引起了全球投資者的關注 引起了很多人對印度主體的這樣一種期待 印度的股市上漲也好 現在的投資者一部分離開中國 轉投印度也好 去施起了一些推動性的作用 但是整個印度戰略 包括這個對韓國的這樣一種特別的 這個支持 對日本的關係的一種特別的強化 有另外一個負面性的作用 就是牽涉了更多的層次 最近的這個北韓的這樣一個表現 實際上是一個不僅是一種反制行為 反而是惡化了這個亞洲的某種局勢 甚至這個中國和菲律賓的這樣一種關係 另一方面是對美國的 在裡面翻譯角色的某一種反應 但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這個風險 實際上對於絕大多數的亞洲國家來講 只是他們一方面希望美國 能夠對亞洲行使這個和平的警察的 這麼一個角色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不會放棄跟中國經濟合作的關係 實際上中國在亞洲 尤其在東南亞的這種經貿的合作 你一定是不可動搖 或者說你很難以政治的 意識侵犯的和安全的理由 去分裂 隔離中國和這些國家的關係 無論是越南呀 寂寶寨呀 泰國呀 馬來西亞呀 印尼呀 新加坡呀 都已經是非常難以動搖 所以美國是不是還需要 這樣單獨地在一個區域裡面 經濟這樣一個針對中國的這樣一個職位 就成為了一個重新思考的一個必要性 當然如果是半民總統贏得第二任問題 他是不是會恢復這個主義現在都很難說 不過坎貝先生作為一位非常資深的一個戰略家 一個安軍的官員 一個威脅家他在國務院當中強烏的這個不顧情之後 他仍然會扮演這樣的類似的這種假設 原來在國家安革委員會不能做的事情 可能到國務院做起來可能更加順心一點 因為國務院畢竟是這個國家安革委員會的事 畢竟是比較戰略性的 而對於國務院來講是比較細節性的 比較實務的 而坎貝在擔任這個國務院安革委員會的 雅哈沙峰之前 在他的一些報告中間 一些講話中間 你就可以發聽出來 他還是主張 某一些江峰和對立的關係 通過一些細節性的處理 可能會有利於這個關係的改善 所以坎貝先生擔任這個強烏 中國務卿我認為他扮演的角色 當然是更重要 而不是更聽 但是是不是像之前這樣 一種強化在中國的包圍圈 還是說在某些方面 可能需要跟中國的合作 這個是我們需要繼續觀察的 好謝謝和平先生的介紹 那麼今天我們為大家介紹了外交人士 以及經濟金融方面的一系列話題 當然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呀 還是希望各位能夠度過一個平和快樂的春節 同時也要特別感謝我們的資深的觀眾朋友們 田賢 田賢是給我們打賞 而且一出手非常豪邁 499塊9毛9美金了 但是不知道您是不是小數點按錯了 應該想打的是49塊錢 不管怎麼樣 這個錢我們是收下了 您的心意我們也領了 明年繼續好好做節目 同樣也感謝雲水給我們打賞 祝各位觀眾朋友們新年快樂 稍後啊 我們繼續為大家播放的是 《思想先驅報》 以及華爾街聯報的相關節目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劃 註冊或登陆六度世界 點擊右上角機器人按鈕 然後選擇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開始與AI對話了 你好 很高興能為你服務 你打算去哪裡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臘 太棒了 希臘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你對希臘的哪些方面感興趣呢 比如歷史遺跡 美食 海灘 或者其他的 嗯 海灘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沒有任何飲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飲食要求 比如素食 無膚制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會注意在推薦餐廳時避免牛肉 你計劃的旅行時間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獨自旅行 還是和他人一起 這會影響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會考慮到這一點 你的預算大概是多少呢 這會影響到住宿和餐饮的選擇 1000歐一天 好的 這是一個相當寬裕的預算 你對住宿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嗎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別的設施 希望有海景 根據你的需求 我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臘的海景酒店 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據你的喜好和預算來選擇 接下來 我將為你規劃一個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灘嗎 還是希望有一天或兩天去參觀一些歷史遺季或者市區 一天海灘 兩天歷史遺季 一天市區 根據你的要求和我從網絡上找到的信息 我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計劃 第一天 海灘 你可以選擇去希臘最美的海灘之一 比如 Lawfone Sea海灘或Navijo海灘 這些海灘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麗的景色 在那裡 你可以盡情享受阳光和海灘 或者參加一些水上活動 第二天和第三天 歷史遺季 第二天 你可以參觀希臘最著名的歷史遺季之一 雅典魏城 在那裡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廟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選擇去德爾菲 這是一個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遺產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諾索斯宮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參觀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波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臘美食 比如希臘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臘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臘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请多顺点赞 ָr